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把大脑转化为程式码在机器中存活将不太失望向 你听到了吗 这个新技术 好像可以给我们一种新的可能性 我回来了 今天累不累啊 还好 今天去工地看了看 都在按计划进行 一切顺利 哦 对了 妍妍姐给我打电话 让我下周去陪她做产检 不是应该许诚然陪她去吗 妍妍姐不想让许诚然陪着她去 许诚然每次听到 一气里传着孩子的心跳声 都会一惊一乍的 好吧 你今天都买什么好吃的了 你猜猜 牛排 怎么又让你猜到了 因为我早就准备好红酒了 我们之间的默契没人能比 冲完店了 冲完了 要不要测试一下 测什么 你说什么 哦 来 来 好像没什么波动了 你现在的心跳指数一直在八十多 以前我亲你一下都会崩到一百多 那我问师傅可以更新一个吧 你急什么啊 万一再说什么问题怎么办啊 那好吧 相处守则 暂时不变 保持现状 其实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现在偶尔可以喝一点点红酒 让我亲亲抱抱了 我觉得 我们就慢慢来 等到我完全康复的那一天 我可以直接从一边里上到三边 做饭了 在过去三年等待的日子里 每一天都是煎熬 我和顾川之间的回忆 是我唯一的支撑 我们的相遇和相爱 所有经历的点点滴滴 都如同一部漫长的电影 不断在我脑中循环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 我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天空以为你瞭着 天空没你就灰了 你是天使 带走所有的寂寞 你的笑容 正在跳舞 我是不是你在找的幸福 我的小路 正在迷路 拿着你的手 幸福倒数 终于 秦子找到新的科研团队 在博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修复了漏洞 顾川终于拥有了一颗 能够让他正常生活下去的心脏 虽然 这颗心脏依旧不会有心跳声 但 顾川爱我的心 早已不用心跳来挡 永远 Complet